嗯,我也想知道 哦,你我可以吃6个 大家好,我追剧女孩山胖 我的庆祝本周更新,我决定做个锅巴站堂 糯米倒入盘里 加入足量的清水 放冷藏食浸泡锅液 泡好沥干水分 加入玉米淀粉 一点盐和糖调底味 小盆均匀 淀粉一定不能加太多 糯米要是这种松散的状态 起锅开火 加宽油 网上有专门的炸锅巴的勺子 我用的是这个撇油撇浮沫的漏勺 沾点油防沾 哎,挺好玩的 哎 哎 哎 你不太聪明的呀子 油温要烧到什么程度呢 丢一粒糯米下去 如果它一直沉底 那就是油温还不够 再丢一粒 等两秒钟它能立刻飘起来飞奔 那油温就够了 这个时候转小火 保持油温一直在这个状态 把糯米布在漏勺上薄薄的一层 下锅开炸 一开始油会剧烈的翻腾 不要怕 稳住 我们能赢 30秒左右 翻腾的趋势就开始减弱 锅巴会微微有一点发黄 边缘还可能有一点翘起来 突然有一瞬间 你的锅巴就飘起来了 没飘也不要紧 用小勺在边缘 轻轻一翘就可以分开了 然后就可以任油它在油上飘 另一边你就可以铺另一个新的锅巴了 是不是记得给锅里的翻个面 熟练了之后 你也可以把新锅巴放进去和老锅巴一起炸 锅够大的话炸几个都不是事儿 等锅巴两面都变成诱人的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来了 因为用了漏勺 所以锅巴一个个大小均匀一致 很有排面 而且特别酥脆 你看 安排蘸糖 魔鬼山怕你这个锅巴跟距离都不一样了 那还不简单 明火上烧一锅饭 你就获得了偶尼同款锅巴 或者生米饭有吧 铁锅有吧 扔锅里铺薄薄一层 米饭太黏 铺不薄也没关系 一会加热的时候 可以把多余的米刮走 你可以开小火直接在火上烧 它的声音是这样的 也可以沿锅边淋一点油 晃均匀 然后声音就变成这样 然后你需要保持灶台的最小火 不停调整米饭的角度 让它瘦着均匀 还有就是不停刮掉多余的米饭 等到底部焦黄 滋啦滋啦的声音变小 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油少 所以它没什么酥的感觉 是嘎嘣脆的 相当适合配锯食用 一口接一口 一口接一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 我是沈胖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来